各位喜欢大家好 接下来我们进入第二部分财政部分的学习 第二部分一共有五章内容 首先来看第九章谈的是公共物品和财政职能 那么首先来看第一考点 介绍的是公共物品的定义及其融资和生产的问题 首先我们得知道什么叫公共物品 它的概念可以出单选题的 公共物品是指增加一个人 对该物品的消费并不同时减少其他人 对该物品消费的那类物品 它是跟私人物品直接向对应的一个概念 那这个概念首次是由谁提出来的 这个经济学的名字我们也得留意 可以出单选题的保罗·萨米尔森 首次提出了公共物品它的含义的 再来看一下纯公共物品的特征 两大特征 一个是消费上的非竞争性 一个是消费上的非排他性 都站在消费的角度去谈的 不是站在生产的角度 所以刚选上里面只要出现生产先排除 一定是站在消费的角度去谈的 它的主要的一个特征 就是消费上的非竞争性 正是由于消费上是具有非竞争性的 所以派生出来另外一个特征 叫消费上的非排他性 什么叫消费上的非排他性 什么叫消费上的非排他性 给你一个描述 你要能够做出一个单选题 那么所谓非竞争性说的就是 增加一个人消费 并不增加任何的额外成本 也就是增加一个人消费的 编辑供给成本是零 强调的是 集体去提供公共物品 能获得潜在的一个收益 而消费上的非排他性 谈的就是一种公共物品 一旦被提供出来 要排除一个额外的消费者 在技术上是不可行的 即便是技术可行 其实也要花费大量的一个成本 所以站在整个社会 整体福利角度来说 是不可取的 因此强调通过市场机制 去提供公共物品 是有潜在的困难的 还应当是由集体去提供 所以从这两个方面一分析 公共物品 就应当是由集体去提供的 那这个地方 纯公物品拿两个特征 多选题 每个特征给你一段描述 你能不能对应的选出来 单选题 这两个单选题 你要能够选出来 还有 谁是主要特征 单选题 另外 谁是主要特征 谁是派生特征 放在多选题里面 你要能够做出来选择 再来看一下 公共物品的需求显示问题 跟私人物品不一样 私人物品的需求显示 就是你通过自愿的市场交易 我们就能够知道 社会主体对某一种私人物品 到底需求是多少 但是公共物品 不能通过市场的形式去显示需求 得通过政治机制来实现 往往就是通过投票的形式 来显示需求的 你看 强制性的政治交易 人们通过事先同意的某种投票程序 选择公共收入或支出的一个方案 或者说投票给政治家和官僚 相当于也是投票给了 政治家所代表那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 提出方案的 所以你看下不管怎么样 我们公共物品 它的这种需求的显示 都是通过投票的显示 一般都是遵循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 来确定下来 我们到底要提供多少的公共品和服务的 另外我们得知道 公共物品 谁来融资 谁来生产 所谓融资 那就是谁来付费 怎么来付费的问题 所以谈谈这个公共物品的融资 有三种情况 一个是政府融资 政府融资 显然政府通过税收的形式 先把钱拿上来 再来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 显然税收是强制的 因此这是一种强制的融资 第二种融资就是私人融资 既然是私人融资 那肯定是自愿去融资的 自愿出钱 不能强制某些社会个体去提供 公共物品和服务的 第三种就是政府和私人联合起来 这叫联合融资 一共有三种融资的思路 这三种还会细化考察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来看政府融资 传统的这些理论都认为 公共物品和服务 应当由政府去出钱 就是政府来融资 就我们刚才说的 通过税收的形式 先把钱拿在手里 然后再提供公共物品和服务 这是一种强制的融资 这种融资的思路和原因 是因为有免费搭车的情况存在 所谓免费搭车 这个概念 别看简单 之前也是考过的 那就是理性的个人 总是倾向于让他人去付费 自己坐享其成 这叫免费搭车 因此由市场去提供 这种产品和服务 是提供不出来的 使得了公共物品 市场融资机制就失灵了 因此被政府 以强制税收的形式 为公共物品进行融资 它的缺点就是 政府提供的物品 难以满足多样化的需求 只能满足大部分人的 基本需求而已 再来看一下私人融资 也叫自愿融资 公共物品有时 还经由收费的集体行动 而被自愿的提供 当然是在那些 受益结构和成本分担 都比较清晰的小规模 系当中是愿意提供的 如果受益结构和成本分担 不太清晰 也不太容易去提供 公共品和服务的 它的缺点就是 导致公共物品 供给的数量不足 或者说结构是不平衡的 那这块 它的这种缺点 跟政府融资 刚好是对应的一个关系 它的缺点就是它的优点 它的优点又恰恰是它的缺点 除了这两种融资之外 还有一种两者联合起来的 叫联合融资 就是由政府跟私人的社会主体 共同联合来融资 政府以财政补贴 或者说税收优惠的方式 鼓励私人机构去提供公共物品 不就相当于国家拿一部分钱 私人拿一部分钱吗 这是一种联合的融资 这是三大种融资的思路 按照多选题掌握清楚 另外每一种融资 如果描述出来 你知不知道在谈哪一种融资 单选题也有可能会考大 再来看一下生产问题 钱到位了 谁来生产 就是谁负责生产 谁负责转为产出 也是三大种情况 第一种是政府生产 第二种是合同外包 第三种是其他 那么典型的生产方式 是前两种 是政府生产和合同外包 政府生产就是代表 公众利益的政治家 雇佣公共雇员 与他们签订就业合同 直接提供出来 公共产品和服务 而合同外包 就是私人签约者 跟我们的政府去签约 然后来提供公共品和服务 当然来签约的这个机构 可以是盈利性的 也可以是非盈利性机构 不论它的性质如何 均可 这个地方要留意 考试的时候 如果说只能是非盈利机构 或只能是盈利机构 那就错了 都可以 只要你能够按照我们政府的要求 提供出来保质保量的 公共产品和服务 不就可以了吗 所以合同外包 是公共服务提供私有化的一个表现 这个地方要稍微的留意下 像这些话语 曾经都出现过 在多选题某个选项当中 要留意 其他方式简单了解 还有特许经营 还有合同委托等等 供给主体不限于政府和私人企业 还包括社会组织 慈善机构 事业单位等等 像这些内容呢 考试的时候非常爱出这种 比较综合性的选择题 要能够选出来 那么第四个就是 公共物品供给的制度结构 制度结构包括四方面内容 第一个就是决策制度 到底这么多的衣食住行各种产品 哪种作为公共物品来提供 各种公共物品又提供多少 这是个很核心的问题 所以公共物品供给制度的核心 就是我们的决策制度 先把这个问题定好 定好之后 再来谈怎么融资 怎么生产 谁来受益的问题 第二个就是融资 就是谁来出钱 可以是政府融资 可以是私融资 还可以是联合融资 第三个问题 钱到备了谁来生产的问题 可以是政府生产 可以是合同外包 也可以是其他 第四个就是 生产出来公共产品服务 谁来受益 如何来分配的问题 所以这谈了四个方面的内容 按照一个多选题留意 其中谁是核心 单选题 那么关于13-5规划这块 简单的知道 是比较新的一些内容了 均等化水平逐步要提高 其实这个均等化 探讨的是一种 更加公平的一种问题 第二个是标准体系全面建立 第三个是保障机制 要供共健全 第四个是制度规范 基本成型 第二个考点 谈的是市场效率 和市场失灵的问题 所谓市场有效率 就是说市场不需要 任何外来的组织和主体的介入 它能够有效的去运行 有效去配置资源 这是亚当斯密的一个观点 市场机制的基本规律 是供求规律 这个稍微的知道一下 当供大于求的时候 价格下降 虽然库存增加 生产就低迷了 当需求大于供给的时候 价格推升上去 库存就减少了 生产就增长了 这就是亚当斯密认为的 看不见的手能够自动的去调节 我们的供需达到平衡 所以不需要任何外来的 相应的这些组织和机构的介入 但是这个比较理想化的状态 实际上很多时候市场是会失灵的 市场是没有效率的 我们来看一下市场失灵的几种表现 这个地方按照一个多选题准备一下 首先当出现了这种自然垄断的时候 说明市场是失效的 如果市场充分的有效率 那就不应该出现垄断 应该是完全竞争 第二个表现就是信息不充分和不对称 第三个表现是外部效应 以及公共物品 第四个表现 那就是收入分配不公 以及经济波动 这些情况之下 你会发现市场都是失效的 市场失效怎么办 由政府出面来进行同管调控 来进行解决这些问题的 当然在外部效应里面 我们稍微做个拓展 当出现正的外部效应时 当出现负的外部效应时 那分别会出现生产的过剩还是不足 那这些大家要学会分析 这个思路一定要理解透彻 再来看一下第三个考点 谈的是财政的基本含义和特征 刚才我们讲了 公共物品这块市场是失效的 那得由政府来提供 那政府提供的话 得迁造财政的问题了 那么财政这块相应的概念 把握住 它是满足谁的需要的 不是某个个人 不是某个阶层 满足社会是公共需要单选题 那这个地方要留意 是据众人之财 伴众人之士的 是满足的社会公共需要 那这个社会公共需要 怎么去界定呢 它的特征 就是不是一般意义上的 人人有份的个人需要 也不是个人需要的一个简单的家总 是每个社会成员 可以无差别共同享用的需要 一部分社会成员的享用 并不排斥其他社会成员的享用 社会成员享用 所得与付出代价 不一定程度 对称性的 满足社会公共需要 是公民和政府的共同责任 政府通过征税收费的形式 来取得财政收入 然后再由政府部门 直接或组织来提供公共品和服务 这就是来探讨一下 到底什么样的需要 被我们定义为社会的公共需要 简单了解一下就可以了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财政的基本特征 这个地方是很重要的考点 可以出多选题 财政的基本特征有哪些 也可以把某一个特征拿出来 进行一个描述 问这属于哪一个特征 单选题 首先要知道有四个特征 弥补市场失效 提供公民服务 非市场盈利性 法治性 这是多选题的考点 另外 所谓这个相应的弥补市场失效 它就是客服和弥补市场 天然存在的失效问题 我们前面讲了 出现垄断的时候 出现信息不对称的时候 出现外部效应的时候 这都属于市场失灵的时候 被由财政出面来解决问题 第二是提供公平服务 注意由市场去配置资源 做不到公平 而且只能是导致量级分化越来越严重 所以要想做的公平 对政府出面 对财政出面来解决这个问题 三个方面 一个是收入方面 你要体现公平 横向公平 纵向公平 分别是什么意思 各自的概念 单选题要留意一下 另外支出结构要体现公平 第三个是财政体制的选择 要体现公平性 还有就是非市场的盈利性 注意不管是我们财政的收入 还是未来财政的支出 都是非盈利性的 所以它是非市场盈利性的一个特征 不能让政府以相应角色 进入市场以盈利性质来出现 这个一定要留意的 第四个是法治性 公共财政活动 必须在法律 法规的约束之下规范的运行 毕竟是 据众人之财 办众人之事的 必须得在法律的 规定和约束之下来进行 所以 要以具有法律效率的政府预算 约束政府的财政行为 因此我们第13章 才会单独去介绍这个 政府的预算问题 所以 基本特征 四个多选题 把其中的某一个 比如说什么叫横向公平 什么叫纵向公平 拿出来考你单选题 你要会做 还有 相对一个法治性 描述一下 万是属于财政的 哪个特征 单选题 再来看一下第四个考点 谈的是财政的基本智能 基本智能有三个 首先可以出多选题的 问下列哪些属于 财政的基本智能呢 这三个 你要能够选出来 其次 每一个智能在探讨什么事 它如何来实现的 这些也可以细化考察 首先来看一下 现在这个资源配置智能 主要就是说 将一部分社会资源 先集中起来 形成我们的财政收入 然后再通过财政支出的 分配活动 由政府给社会公众 提供公共物品和服务 来引导社会的资金流向 来弥补市场的缺陷 最终实现 全社会资源 配置的一个 效率最优状态 这就是说 当市场失效的时候 政府你得去出面 你看一下 市场完全失灵的时候 或者说很低效的时候 就得由政府去发挥资源 配置的一个职能了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范围 那应当是市场失灵 而我们社会又很需要的那些 公共物品和服务的领域 比如说 满足政府执行职能的需要 像国家安全支出 一般的公共服务支出 第二个 市场不能有效提供 而社会又很需要的 准公共物品和服务 比如说 公共卫生 科技 公共工程 还有就是对社会资源配置的 引导性支出 比如要矫正外部效应 比如说要维护正常的市场竞争 再来看一下 公共财政配置社会资源的 机制和手段 这个地方才是重要的 多选题考点所在 我们如何来实现 财政进行资源配置的 首先 根据政府职能的动态变化 来确定 社会公共需要的基本范围 先确定 哪些是需要财政出面 去配置资源的 确定公共财政收支 占国内生产总值的合理比例 从总量上先来实现 高效的社会资源配置的原则 注意 第一个你可以总结为总量 那除了总量之外呢 还得顾及结构问题吧 所以看一下 优化财政支出的结构 国防我们支出多少 教育 医疗分别又支出多少 所以你看 第一个是总量 第二个是结构 这都属于我们资源配置 要实现的这个机制和手段问题了 第三个 为公共工程提供必要的资金保障 我们前面讲了 公共工程呢 是社会需要的 但是市场又不能去配置的 第四个 通过政府直接投资 财政贴息 税收优惠等方式 来引导和调节社会的投资方向 提高社会整体的投资效率 这是站在引导投资 提高投资效率的角度去说的 你可以总结为投资 那么第五个 通过实行部门预算制度 建立国库集中收复制度 和绩效评价制度 等等体制和机制改革 为什么做这种改革呀 是为了提高财政自身管理 和运营的效率的 这是提高自身的效率的 因此 相应的 我们要实现财政的资源配置的 这个职能 通过什么样的机制和手段 五个 一个是总量的问题 一个是结构的问题 一个是公共工程的问题 一个是投资问题 还有一个是自己的效率问题 把这个五个关键词把握清楚 那考多点题的时候 直接去对应的选这些关键词 基本上都没有问题 再来看一下第二个职能 叫收入分配职能 我们说了由市场去配值收入分配的话 肯定最终会使得有钱人越来越有钱 穷的人越来越穷 所以量级分化越来越严重了 谁能实现公平分配问题呀 那只有政府出面了 就得财政出面了 所以目标就是实现公平收入分配 这个地方 公平收入分配可以出一道单选题的 另外财政实现收入分配职能的机制和手段 又有哪些多选题 那你看一下 现在这些套路是一样的 第一个根据市场和政府的值得分工 你先明确一下 哪些该市场管 哪些该政府去管 那么该市场管的政府不要插手 该政府管的政府你又不能缺位 要先弄清楚范围和界限的问题 我们说牵扯的这种效率的问题呢 应该由市场去配值 由市场去分配 那牵扯的这种公平的问题的时候 那得由政府去分配了 所以先把范围和界限给它弄清楚 第二个加强税收调节 有钱人多于国家交税 那么穷的人少交 那么非常贫穷的 可能国家还得给它补贴呢 所以你看一下 通过税收来调节 收入分配的差距 第三 发挥财政转移支付作用 转移支付 那就是中央政府给地方政府 或者说评级政府之间 给这种免费的资金支持的 第四个是发挥公共支出作用 这个公共支出呢 其实就是一些公共的福利 基本上是普遍的 广泛的都能够享受到的一种分配 一种福利 所以你看一下 这种机制和手段 你也可以进行一个汇总 第一个先弄清楚范围和界限 哪些该市场管 哪些该政府管 第二个税收调节 第三个转移支付 第四个公共支出 这是站在广泛的 普遍的这种分配上面 来提高社会整体的一个福利的 那这块多选题 也要做一个区分 第三个职能 是经济稳定和发展的职能 那这块主要是指财政活动 对生产消费 投资和储蓄等发生影响 达到稳定和发展经济的一个目的 那么四大目标 实现充分就业 物价稳定 经济增长 以及国际收支平衡 所以前面我们这两个职能 基本上有一个比较明确的一个 任务在身上的 一个是进行资源配置 一个是进行收入分配的一个公平的 但是我们第三个职能 你会发现 我们这个相应的目标 占的高度更高了 我们是维持社会资源 在高水平利用状态下一个稳定 注意啊 一定是在高水平利用下一个稳定 所以要保证整个宏观经济的一个 正常的稳定和发展的 所以说它相应的是更全面的一个职能 那如何来实现它的这种职能呢 它的机制和手段 多选题 所以你看一下 这三个多选题套路是一样的 通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 推动社会总需求和总供给的基本平衡 保证物价和经济发展的稳定 实现充分阶约和国际收支平衡 但凡谈到宏观经济目标的 那肯定是我们第三个职能里面的 第二个通过税收股贴财政贴息公债等 调节社会投资需求水平 通过财政直接投资 调节社会经济结构 调节社会有效供给的能力 你看一个是需求这块 一个是供给这块 也是站在经济这块需求和供给来探讨的 第三个通过税收调节 个人消费水平和结构 注意这里面啊 也是有税收调节 但它调节是消费水平 所以跟投资跟消费跟储蓄有关系的 这是我们第三个职能里面的 第四个加大对节约资源能源和环境保护的投入 加大对文教卫生事业的一个投入 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等等 你看这些都是属于比较宏观的一些层面的 因此重点掌握住前两个职能的机制和手段 那么考试时候呢 遇到这种类型的题 你做排除就可以了 千万不要试图把每一条都记得很清楚 适当的时候用排除法会更好 那接下来再来看看第五考点 谈的是建立现代财政制度的问题 首先主要的任务 你得知道要建立完整规范透明高效的 现代政府预算管理制度 现代政府预算管理制度 是我们现代财政制度的一个基础 也是核心 要知道我们现代财政的制度呢 其实不仅包括政府预算制度 还包括税收制度等等 但是最基础的最核心的部分 肯定是政府的预算制度 需要重点推进的改革和制度建设有什么 第一实施全面规范的预算 结算公开制度 强调是公开透明 实行中期财政规划管理 一般是编制三年期的滚动的这种预算 改进年度预算的控制方式 建立跨年度的预算平衡机制 全面清理规范财税的优惠政策 要清除这些地方保护主义色彩的 要建立定位清晰 分工明确的政府预算体系 加快建立全则发生制的政府综合财务报告制度 这些关键词要留意一下 第二个就是建设有利于科学发展 社会公平市场统一的税收制度体系 那么深化税制改革的目标取向有四个 这四个可以出多选题的 首先第一个要优化税制的结构 提高直接税的比重 健全地方税种 科学划分中央地方税 不能直接去取消这个共享税的 而且要注意是提高直接税的比重 要降低建议税的比重的 第二个完善调节功能 要引导地方政府更多去关注经济发展质量 而不是速度 第三个是稳定宏观税负 要将税负控制在合理的一个范围 第四个是推进依法制税 要加快税收立法的一个步伐 那这四个目标取向 多选题的考点所在 也是比较简单的 那接下来再来看看第三个 是健全中央和地方 财力和市权相匹配的财政体制 你管多少事 你就拿多少钱 所以你的财权跟市权 一定是匹配的 第一个是要完善中央和地方 市权和支出责任的划分 先划分清楚这些责任 划分清楚之后 那相对这些税收收入 不就对应的起来了吗 所以要进一步理顺 中央和地方的收入划分 我们来看一下 哪些属于中央税 哪些属于地方税 你得看这个税种的属性 像那些收入周期波动很大的 具有较强的再分配作用的 税机分配很不平衡的 税机流动性很大的 容易转价的税种 包括对宏观镜条 有极大影响的 那都应该归中央去管 而像那些具有明显的 收入性的区域性特征的 对宏观镜运行 又不产生直接较大影响的 跨归地方 所以是按照税种的属性 去进行一个划分的 再来看看第六个考点 谈的是合理划分 中央和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 那这块是近几年 比较新的一些点 先来把握住几个原则 多选题 第一个要体现 基本公共服务收入的范围 第二个要兼顾政府的职能和行政效率 这件事交给哪级政府去办 效率最高 就交给哪级政府去办 第三个 实现权责力相统一 有权还得有责 要做好这个责任的问题 监督的问题 第四个 激励地方政府主动作为 不能光依靠中央政府 要充分调动各级地方政府的积极性 第五个 做到支出责任 跟财政事权相适应 还是我说那个事 你管多少的事 你才拿多少的钱 财权跟事权肯定是要相适应的 再来看一下未来改革的主要内容 三个方面 第一个就是要推进中央和地方 财政事权的划分 第二个就是要完善中央和地方 支出责任划分 第三个 加快省以下的财政事权 和支出责任划分 这块别看只有标题简单 曾经初期的授业考过了 所以这个地方要稍微的留意一下 讲到这儿 我们第九章的内容就收理完了 第九章的其实重要的考点 还是比较明确的 把我们强调的重要考点 一定要熟练的把握住 接下来我们来看第十章 谈的是财政支出的问题 那就是政府怎么花钱的问题 第一考点谈的是财政支出 及其分类 那么这个支出的概念是很简单的 我们重点来理解财政支出的数据 从三个角度去理解 第一是财政支出的规模 当然谈这个规模有两个思路 一个是绝对数据 一个是相对的数据 绝对数据 就看看我们花了多少钱 这是一个总的绝对的一个规模 但是光看花多少钱 你不跟国内生产总值 做一个对比的话 你不知道到底政府 多大程度上控制了我们的社会资源 因此我们一般都采用 相对指标去衡量它 那就是用财政支出总额 来处以国内生产总值 看看这个比重 比重越大 说明我们政府实际上参与了 社会经济活动的这个程度就越高 也就是说政府支配了更多的社会资源 通过这个相对指标 是更能够说明问题的 第二个是财政支出的结构问题 就是说我们财政支出当中 各类支出所在的比重是多少 我们一共提供了这么多的公共产品 那每种产品到底占比多少呢 国防占多少 教育占多少 医疗又占多少 这是谈的一个结构的问题 反映政府用各项财政资金都做了什么事 如何来运用这些财政资金的 第三个层次来理解就是财政支出的经济性质 这就更细化了 各项财政支出的具体经济构成 反映的是政府在社会经济生活当中 实际履行着何种智能 到底更加测证于资源配置 还是更加测证于输入分配 到底着远于长期的结构调整 还是着远于短期的宏观调控呢 所以从三个层面去理解我们财政支出的一个数据 来看一下财政支出的一个分类方法 第一个是按照 适于编制政府预算的统计分 分成财政支出功能分类 以及经济分类的 我们先来看这个功能分类 所谓功能分类就是从大的方面去看一看 到底政府能给我们提供哪些公共产品和服务 是从它的产出性质进行的分类 是提供了国防还是教育还是医疗 反正政府的这个职能活动 政府的钱到底被拿来干了什么事 是用于办了教育还是加强了国防 这是站在大的方面功能的角度去分类的 那么第二角度是经济的角度 是细化了 我们看每一种产品 你到底是发工资了 还是购买了商品和服务了 这是更加细化的 从成本投入的角度进行的分类 反映了政府支出的经济性质 以及具体的用途 比方说 政府的钱是怎么花出去的 你办教育的话 多少是发工资了 多少是盖了校舍 多少是买了教学设备了 是不是针对某一种具体的公共产品 我们再来细化看一看 钱是怎么花出去的 所以这两个概念已明白之后 你就知道了两者关系 支出经济分类 是对政府支出活动更为明细的一个反应 到底每笔钱是怎么花出去的 能从微观层面清晰的去追踪 政府财政支出的去向 以及具体的用途了 这是功能分类和经济分类 先理解两者的概念 可以按照单选题去考大家的 再来看一下 按照交易的经济性质 不同区分的 你到底是市场交易的规则 还是说不是这种等价交换的原则呢 我们分成购买性支出和转移性支出 购买性支出 此时政府就是一个市场主题 你进入市场 你想获得商品和服务 你得掏钱 所以也就是属于一个正常的市场主体的 等价交换的这种思路而已 从私人部门取得了物品和劳务 并支付相应的资金而发生的费用 包括政府消费性支出 以及政府投资性支出 体现的是资源配置的智能 因为政府进行购买性支出的时候 把钱花向了哪 就直接把资源配到的哪 而转移性支出不一样 转移性支出它是非等价交换 它给钱的同时 没有要对应的这些物品和服务 就是免费给予的资金支持 此时政府更像是一个慈善家 这样一个中介者的角色 你看一下 扮演着中介者的角色 依法向受益对象拨付财政资金 但是不要求获得相应的物品和劳务的 更多的体现的是收入分配的智能 想让全社会主体的收入分配 更加的公平而已 缩小这个收入分配差距的 所以你看一下 按照交易的经济性质不同 是分成了这两种 当然后面还有支点 会针对这两个支出做细化的介绍 在这里面先掌握住怎么分类的 多选题很爱考察 另外这两点要稍微留意一下 如果一个国家现在政府购买性支出过多 那说明它是更多的体现了资源配置智能 那如果更多的是转移支付的比例 那体现的更多的是收入分配的智能 所以是能够判断出来 他们政府到底发挥了什么样一个智能的 更侧重于哪一个智能的 再来看一下我国的政府支出分类改革 07年我国实施了符合国际惯例的收支分类改革 具体科目税的目标是什么 体系完善 反映全面 分类明细 口径可比 便于操作 我们也向国际看齐了 也进行了功能分类和相应的经济分类了 功能分类设类款项三级 三级先知道一下 那么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功能分类的科目有哪些 这个是重要的多选题的考虑所在 当然也可以出单选题的 所以这个地方呢可以出题的这个方法还是比较多的 就按照我说的这个思路 看看到底从大的方向上 政府能给我们提供什么 是外交啊 是国防啊 是一般的公共服务支出呢 还是教育 还是科技 还是文化 还是医疗 你看对不对 都是属于一些大方向上的 那么我们针对某一种公共产品拿出来来看看 到底是发工资了 还是购买商品和服务了 还是以补助的形式发给个人和家庭了 这是单看每一个公共产品 我们怎么花这笔钱的 这是更加细化的 这是经济分类 所以先从这个地方呢 做一个大的区分 区分完了之后 把容易混淆的点 再给大家做一个单独提示 就没有问题了 你看 现在这些住房啊 什么金融啊 援助 这些都是容易判断属于大方向的 但这个转映支出呢 也要留意一下 这是属于我们的功能分类里面的 所以啊 这个地方单独留意 没法判断是不是具体大方向的 我们单独来提醒 还有债务还稳支出 债务付息支出 债务发行费用支出 但凡谈到债务这块 单独去进行的支出啊 都属于功能分类 而债务如果说利息及费用支出 把这两个放在一起去说了 这属于经济分类了 你看一下 就这几个地方是容易混淆的 容易混淆你单独留意一下 其他考试的时候根本都不成问题 所以提醒大家 要重点去把握 首先功能分类呢 是分成了类款项三级 而经济分类呢 本身就细化了 所以只有类款两级 谁有三级 谁有两级 先弄清楚 防止某个选项会考你 另外 从大方向来看 到底能够我们提供是国防啊 是教育啊 是环保 这些属于功能分类 那么每一项 是发工资了 是发补助了 还是资本性支出啊 还是商品服务支出 这是经济分类 先从这个大方向和小方向来分开 另外容易混的就是 转映支出 属于功能分类 像债务利息及费用支出 合在一起 这是经济分类 其他单独说的 债务的那些支出 是功能分类 一定要理解透彻 这个地方呢 18年还做了调整 所以有可能会出现在 18年的考卷当中 再来看一下第二考点 谈的是财政支出规模的衡量指标 这个地方有可能会出计算题的 首先来看一下 衡量指标有两大种 一个是绝对指标 一个是相对指标 绝对指标就看看总的数额 我们今年支出了100亿 那就是一个绝对的指标 但这100亿 到底占你GDP的比重有多少呢 说明不了问题吧 所以得用相对指标 更加科学的来表示 我们政府控制资源的一个程度 在预算年度内 政府实际安排 和使用的财政资金的数量 占相关经济总量指标的一个比率 一般都是看 占整体的GDP的一个比重的 这个地方也可以出一个单选题的 体现了社会财力的集中程度 全面衡量政府的经济活动地位 到底多少集中在了政府的手中啊 能够体现社会财力的集中程度的 再来看一下财政支出的增长衡量指标 可以说这三个公式都可以去考的 当然第一个是最简单的 财政支出增长率 谈什么增长率 那就是用今年的数据 减掉去年的数据 再除以去年数据 这不就是能够说明我们的增长趋势了吗 这个是非常简单的 如果考到这个计算 纯属分题 那么稍微有点难度的是 第二个和第三个这种计算 靠弹性系数 我说了弹性 你记住一定是两个百分比相除 那么到底是百分之多少 除以百分之多少 分子和分母是谁呢 你就想了 GDP每增加1% 我们的财政支出到底增加了多少 你把这个分子和分母 一理解透彻 这公式马上自己写出来了 那么相应的 如果得到结果大于1 说明弹性很大呀 说明我们的财政支出增长速度 是快与了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 这个结论你也得知道 那如果小1呢 说明它的增长速度慢于了 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 下次考单选题 也可能会考察这个结论性的东西的 还有谈到这个第三个是增长的边际倾向 边际倾向 既然是边际 肯定是两个增量之比 对吧 两个增量 就是两个绝对量 已经变成 相应的有百分比变成这个增量了 因此 GDP每增加一个单位 我们的财政支出到底增加了多少 你看一下 是不是我们自己写出来这个 分子和分母啊 自己推倒出来之后呢 这公式根本都不用去背的 那相应的这个结论性的东西 我们要掌握住 三道计算题 你得给它准备一下 除了这个计算题之外呢 你还得知道这个结论 弹性大于1的时候 小1的时候 分别代表着什么 你看一下 不仅可以考计算 还可以考这种结论性的东西 一定要把这个表格里的内容 灵活的给它掌握清楚 再来看一下第三个考点 谈的是影响财政支出规模的主要因素 这个地方可以出多选题 也可以把某一个因素拿出来考察你 单选题的 我们来看一下 一共是四个因素 第一个呢 是经济发展因素 经济发展使得财政收入不断增长 而且我们做预算的时候 一般都是收入是等于支出的 所以我们的支出规模 肯定是不断得到了一个扩大 第二呢 是政治因素 包括社会政治局面的稳定状况 政治体制结构 以及政府工作的效率呀 政府活动的范围 政府工作的效率越低 可能这个机构越冗杂 那可能我们需要花的钱就更多 政府活动范围越大 你管的事越多 当然支出也就越多 你看这都是有关系的 第三个是经济体制的制度因素 如果我们在全社会提供较高标准的 高福利的这种制度的话 那么财政支出 占GDP的比重必然要高啊 你给全社会提供较高的福利水平 嫌你的财政支出得多拿出来钱吧 那另外如果你是采用低标准 低福利的制度呢 那你这个占比必然就低了 所以这块如果单拿出来考单选题 你要能够做出一个判断的 第四个呢 是社会因素 比如说人口 教育 卫生 社会救济 城乡发展差距等等 都会对财政支出规模 发挥重要影响 比如说人口 他考试的时候可能会 给你扩展西化 说老年人口比重比较高 你看一下 老年人口比重一高 你想想 他创造这种财富的能力低了 但是呢 由于身体不太好 可能医疗的花费更高了 你想想 这种情况下 老龄人口的比重一旦过高 肯定财政支出的钱就更多了吧 所以你看看 对财政支出规模有没有影响 显然有 所以考试的时候 不仅要记住几个大标题 如果把这里面的细化内容拿出来 描述 你要能够判断出来 到底谁会影响我们的财政支出规模的 那这张表格呢 可以考多选 也可以考察单选题 要理解透彻 接下来再来看看第四个考点 谈的是购买性支出和转移性支出问题 刚才已经讲了分类的问题 现在呢 把它进行细化的介绍 首先来看一下各自的概念 购买性支出 其实前面已经说了 此时的政府就是一个市场主体 这是一个市场的行为 遵循着等价交换的原则 我拿钱出来 你给我对用的商品和服务 你看 从私人部门取得物品和劳务 并支付相应的资金而发生的费用 直接表现为政府购买商品和服务的活动 包括政府消费性支出 以及投资性的支出 而转移性支出这块呢 此时政府就是一个慈善家 就是一个中介的角色 免费的给予一部分的地区和人群资金支持 你看 拨付了资金 但是不要求获得相应的物品和劳务的 直接表现为资金的无偿的单方面的转移 包括政府的补助支出 捐赠支出 还有利息支出 这块 哪些属于转移性支出 多选题的考点是很爱考的 也可以出单选题 下列哪个属于转移性支出啊 你看到什么补助支出啊 什么捐赠支出啊 什么债务利息支出 这都属于单方的 无偿的 肯定属于转移性支出 他们的特点也就分析出来了 购买性支出既然是市场行为 那么你得遵循等价交换原则 是有偿的 不是免费的 而转移性支出呢 是无偿的 是非等价的 我给你钱 你没有给我商品和服务 显然是非等价的 他们的作用不一样 相应的购买性支出 直接反映政府在资源配置方面的一个作用 但是转移性支出呢 是为了缩小全社会主体的收入分配差距的 因此更多的体现在 公平收入分配方面的一个作用的 相信这个表格也是很好掌握的 按照多选题 把每个内容都给它掌握清楚 那接下来再来看看功能的比较 这块呢也是爱考的 首先第一个不同 对生产与就业影响的方式不同 购买性支出 由于政府就是直接参与资源配置的 所以它能够直接刺激社会生产规模的扩大 对于这个词是直接 而我们的转移性支付呢 它也能刺激 但是不是直接刺激的 是间接的去刺激和间接的影响的 第二个不同 对政府支出效益的约束强度不同 既然购买性支出是市场行为 市场行为 你就得讲究一个效益约束问题 所以对政府具有较强的效益约束 而转移性支出呢 是给那些贫困的地区和人群 免费的资金支持 既然是免费的 它就不会探讨你到底有多少的效益问题 对吧 所以对政府的效益约束是较弱的 第三个不同 体现财政不同职能 购买性支出 更多的体现资源配置职能 而转移性支出呢 更多的体现收入分配的职能 所以看一下两者这些侧重的职能是不一样的 你看相应的把这些点都理解出了之后 这些内容我们自己都能够总结出来 那么讲到这儿 我们第十章的内容也都梳理完了 第十章相应的考点 给大家做了一个清晰的提醒 一定要重点把握清楚那些常考的点